严城区是高雄早期最繁华的地区 也发展出许多传统的小吃店 我们要介绍的这一家严城的米粉汤 卖的是福州口味的粗米粉 汤头有大骨的香醇 还混合在地湿沐浴的鲜美 米粉汤的地带老板原本是裁缝师 但是随着成衣的兴起 定制西装的人越来越少 他只好把手中的剪刀换成菜刀 卖起福州米粉汤拉把孩子们长大 后来老板离世之后 就由他的儿子接手父亲的米粉摊 坚持手工保留爸爸的好味道 尽管严城区已经繁华不再 传承两代的米粉汤却能继续飘翔 热糖滚滚 烟雾翻腾 阴云的热气下 是大口鼻混和鲜嫩的湿木鱼 老板赵善忠熟练的把米粉捞进碗里 一把韭菜铺上油葱酥撒点胡椒 清晨六点半就开张的古早味小吃店 让在地的饕客闻香来报道 每天早上如果没有吃了这个 就好像少了好几根筋 我们这些血液循环都好起来 365天一半的时间都在这里 早上而且有时候还要续碗两碗 老板说让你吃好吃 好吃 要吃关系 在这里吃到要40个鱼了 老师味都购买 没有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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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的早餐就是要够胃又粗粑 今晚高雄夏天的气温常常飙迫30度 多少人可以就要灰汗品尝 这烧腾腾油滋滋的米粉汤 大口味混 滑溜下肚 喝上一口热汤 唤醒沉睡的味觉记忆 也让身体顿时熟乎乎 人家说古早味 古早味 这种就是古早味 就是没有加别的东西的话 你就纯古早 你尝到说菌油香 油 用那些油来沾 以前人家说吃饭 用那些油嚼嚼 醬油嚼嚼来吃 以前古早味的东西 因为我们就改变 你要改变 一定是早味的嘛 我现在古早味都变变变 变得不是早味的 福州来的大口味混 虽然比一般的米粉粗了数倍 但一放入汤里立刻变软稀 放个三五分钟 吸饱汤汁就能捞起享用 面台上塑胶盒里装满了 鱼腰和猪皮的食材 有山珍也有海味 点些小菜搭配米粉汤 是陶客不会错过的路边美味 说起中哥的米粉汤 低调到连招牌都没有 但在美食灵力的盐城区 确实赫赫有名 本来我爸是在做衣服的 福州有三把刀嘛 剪刀 菜刀 还有剃头刀嘛 三刀嘛 我爸以前是裁缝的 做西装的 然后西装所以 那个时候景气不好 景气不好 做西装有几个人在做西装 就是做一间我差不多一个礼拜 一个月都没有工作 然后我们这小孩子要怎么办 赵爸爸为了赚钱养家 收起剪刀 拿起菜刀 跟福州人学厨艺 一开始在高雄最繁华的盐城区 大菜市场里摆摊 卖小吃 上了年纪的人有做过生意的 这个市场都应该都知道 要买货的话 一定来这边这个市场 菜市场 这是我们一般生意 不管饭店什么都一定要来这买 来这款 这边家的过年过节 整个都是的 有大菜市场人潮加持 中哥家的米粉汤 从一碗三块钱卖起 现在还是维持铜板价 一碗35块 十年未涨 有时候老板看西裂歪歪 佛心来着 还会帮客人多加几块十目鱼 加料不加价 我在他们老婆吃到这份 吃到够地吃炭鱼 吃到够地吃 吃到够地吃 把他们的面部都这样 都原味 其实中哥的父亲 已经过世20多年 父亲传承的米粉汤头 不只有大骨 还有湿木鱼的鲜美 是中哥米粉汤 胜过其他同业之处 独特的风味 也让陈局来吃了好几回 现在处理鱼货的事 交由店长阿姬负责 从高雄海港鹅阿寮 新鲜直送的虱目鱼 清洗分切 都是阿姬一手包办 原本卖服装 因为景气不好 成为虱目鱼杀手 已做13年 已经比较硬的一斤左右的鱼 最好吃的 所以说是清少鱼 对... 肉比较油 肉质还不太冷 鱼肉留下来的骨头 还得靠剪刀修剪整齐 中哥灵光乍现 把这鱼背骨拿来油炸 研发出创新的口味 没想到酥酥脆脆 大受欢迎 煎起来都酥酥嘛 酥酥里面有什么汁 这会酥 还有汤 里面完全没吃 人家现在吃来就说 有人说笑谈就说 这就买一份了 回来买一份美妇来 回来下早餐都可以 四十七年次的中哥 从小就是爸妈的小助手 国小一年级就得帮忙去鱼林 曾经当过饮料厂的贩卖机业务 到处趴趴走 民国七十七年回来帮爸爸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直到现在 摸字形的米粉摊 就是他的全世界 你喜欢你们这个舞台吗 这个舞台就继续做了 你如果没有干净就走 你不会再做 这个舞台你没办法去试运 你要做什么都要做 爸爸不变的古早老滋味 加上中哥随时代调整的创新口味 让这一碗米粉汤 由一代传一代 半世纪不走味的在地口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